我们回来看中国大陆最近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 在这次的两会期间 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金融的博弈战 这个金融的博弈战呢 就是几乎大多数的国家 特别是中国大陆 它的银行都是在国家的手中 所以全世界现在市值前三大银行都是中国的银行 至于银行本身呢 是靠着中国大陆的整个市场的垄断性 那么当然呢 也跟过去他们并没有下美国的一些大银行 高盛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 但是他搞了非常多的结构性债务 最终呢 变成全世界市值前三大银行 都是中国大陆这几家大银行 那大银行本身呢 尤其是招商银行 它是排名第五的银行 他们现在很需要新的收入 因为过去他们的放款太多 而且很多放款到了楼市 现在呢 很多房地产可能在美国开始退出QE政策 特别是美国联准会 一旦明年春天宣布加息 这是上个礼拜 文件事业财经周报 最后延到这个礼拜二播出的时候 特别为大家做出的报道 就美国联准会的主席 Jan Yellen 在他的第一场记者会里头 脱稿罕见的 让市场大吃一惊 就是说美国本来应该大概预期 是要明年的秋天才升息 可是Janet Yellen认为 以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很可能明年春天就会升息 了解美国经济的人认为 Janet Yellen这个谈话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是她的经验不够 把时间讲得太明确 但是有第二个看法是 她想让市场做好心理的准备 因为美国的房地产的价格指数 现在已经反弹回来将近2008年 次级房贷风暴 当时的50% 也就是说当时就是因为 房地产的价格泡沫化 才创造了这么可怕的金融大海啸 那么现在已经反弹回来50% 如果Janet Yellen 任由低利率继续发展下去 房价再继续上涨 那等于又形成另外一个泡沫 所以这是美国提前加息 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在提前加息的情况里头 全世界可能都 所有的央行都会进入升息潮 而中国的很多楼市过去 也是泡沫化的情况 所以各大银行就很不希望 一些其他的金融银行的项目 是由网络所垄断 那么过去也这一段时间 发展非常快的像阿里巴巴 这些属于年轻人所创业的产业 他们不只是淘宝网 不只是变成物流的产业 也不只是购物网 他们还进行了叫做余额榜 这余额榜就是说 我可以在网络里头进行理财 在网络里头进行理财的数目有多少 你可能很难想象 到今年二月底 用户有八千一百万人 资金规模是五千亿的人民币 它成为全球第七大基金 那么因此相当多的保守的 或是原来是垄断性的 在官方里头有很大发言权的这家大银行 都要求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就等于是大陆的央行行长 出来管理这件事情 这是不可以的 这金融风险非常高 没有想到在两会期间的时候 周小川定调 金融嘛 应该容许一点点创新的空间 只是对于所谓的虚拟信用卡 他们认为风险太大 喊停 这也是等于说 中国大陆某一个程度 希望让年轻人 在金融网路创业里头 有更大的空间 不容许原来老一辈的 完全垄断金融产业 一场大陆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 不知是不是刻意的安排 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 和百度CEO李彦宏分座两旁 似乎是壁垒分明 互联网在加速地淘汰传统产业 大家感觉比较明显的会是零售业 最近比较火的互联网金融 其实也是一样 虽然刚刚开始 但是大家知道金融不涉及物流和配送 所以它非常适合通过互联网来做 所以我们也看到 无论是银行 证券 保险 基金 都在非常积极地向互联网来靠拢 网络金融其实不是新鲜事 但网络IT公司涉足金融零售 在大陆可就一鸣惊人了 去年6月 阿里巴巴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支付宝推出余额宝网络理财 截至今年2月底 用户达8100万人 资金规模突破5000亿人民币 成为全球第七大基金 余额宝创红之后 腾讯 百度 还有网店商 苏宁 京东 商城等等 也纷纷跟进 推出自己的理财产品 然而从传统金融业分走一杯羹 让大陆银行业者传出反弹声音 互联网金融完全可以不受监管 那你就按照一个客观规律去办 但是你要做到这些东西 没有监管 匪夷所思 监管问题还是其次 余额宝真正让银行业痛恨的是 他的盈利模式 张牧吉来的资金 以大额协议存款方式存进银行 然后从银行获取较高的利息 去年中和今年初爆发的钱荒 银行间拆借利率居高不下 一度飙到13% 余额宝大赚一笔 这抢走银行存款还趴在银行上吸血的回报率 才是让银行业恨得牙痒痒的地方 过去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严密的政策 所以有些政策可能是需要更完善一些 不会有什么曲替吧 有人说银行业宝根本是非法吸金 且毫无监管 两会召开期间在媒体的围追骨结下 大陆人行行长周小船 终于对惹出争议的鱼儿宝做出表态 总的来讲金融业的政策是鼓励科技的应用 因此也是要跟上时代和科技进步的脚步 其实对人行或监管层来说 角色是尴尬的 类似鱼儿宝的产品侵蚀传统银行的业务 但在鼓励科技创新的国家政策前 又不能把它给掐死 严谨官方保持中立 大陆银行业在两会期间出手 吹起反攻号角 中国银行业协会建议 为了维护金融市场公平竞争 及国家金融安全 应该将余额宝等货币基金 存放银行的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管理 不作为同业存款 至少有三家国有银行 本月起不再和余额宝的之间 进行大额存款的利息溢价 双方阵营开杠 炒得不可开交之际 大陆银监会跳了出来 宣布研议许久的民营银行 正式展开试点 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共10家企业 获得设立民营银行的许可 正式打破大陆银行业垄断格局 有分析认为未来类似鱼儿宝的产品 将顺理成章纳入一般存款管理 回报率可能就没有之前4%到6%那么高 降低了对传统银行业的冲击 但传统银行业反扑的缓冰之际 似乎无法抵挡来势凶凶的网路金融 以阿里巴巴或腾讯累积的用户 加上较成熟的网路科技 差异化的网路银行经营模式 势必带来新一波的金融产业革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